中文明天 早上,台湘周 我想问你 什么东西和南方的混合 因为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最初的天使是中国人 但现在看着它 看着它就像个巴洛克的庙 像鲁加坡 或者是有一个 与其他巴洛克的庙 的庙子 你有点说吗 我想我就用中文讲了 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间 只有古今 就是古代和当代 没有东方和西方 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面对的所有的事情 是一种文化 因为今天坐飞机 从北京到纽约 只需要十几个小时 所以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 非常被压缩的一个空间里面 在这样的空间下 我们怎么样来表现我们的艺术 就变得特别的有趣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反而要思考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 我们的人又要到哪里去 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里面 我们表现的 就更加要回到一个灵魂的深处 去体现我们的艺术 Well, besides the fact that it's very easy to be any place in the world these days you know, maybe 24 hours is all we need you did spend time in New York 是,我是经常去纽约 and you also study western art and art history but would it be possible not to have these kinds of international sources? I mean, would there be an artist that existed today who wouldn't be aware of that kind of vocabulary or in his or her own way use that vocabulary? 其实这个就是说 您讲到这个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 因为我们的母语是不一样 就我们的mother language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可以用中文表达得很清楚 但是我如果用英文的这个单词呢 是没有办法把我的 所有的创作的思想表达得特别的清楚 所以作为一个生活 长得中国的一个艺术家 那我的语言 其实基本的语言就是毛笔 还有纸和捐 还有墨 那我用这种语言呢 表达的其实是一个这个时代的 我认为是这个时代的 人的一个共同的思想和追求 那就像电影里面 我们知道那个电影Gravity 它表达的也是我们人 和这个宇宙的一些关系 那我想在我的这个创作里面 其实跟很多哲学家 或者说具有未来思想的一些 电影的导演或者说编剧 跟他们的思想是可以完全沟通的 这个是你选择的特别的语言 这在很多方面 是指向中国文化的廠牌 可能你能够谈讨论为什么 这是你的选择吗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学一种语言 从单词开始学习 就要学习英语 你也要从单词开始学习 然后写成句子 然后你能够写成一篇好的文章 那作为一个你使用这个毛笔的一个艺术家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传统 你能够学习到在这个 在这种工具和材料之下 所能表达的一个最高的技术 这样的话你在创作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 所以我的画面里面所有的技术 如果别人来看的话 都觉得它是一个古代的技术 就像那个朱青森教授 他说我这个画是古代的画 跟今天没有关系 所以他不认为我是当代艺术 所以很多学者 其实他们脑子是很僵化 他看到我的画 认为我这个画是宋朝的画 因为用的所有的技术是宋朝的画 但实际上我是生活在今天的一个人 那只有超越了某种限制思想 你才能够知道 今天的艺术家可以用 一个当代的思想 用古代的技术 创作一个完全全新的当代艺术的图像 所以我们可以说 你很正常的 在这种意义 你使用所有的材料 对于在一个特别的时刻 你会有充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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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代艺术是非常非常融合的 有很多方法 去做你的製作 因为在我的头脑里面 当代艺术是未来艺术 所谓当代艺术不是今天简单的仅仅是政治的讨论 或者说文化的对抗 在我的这个世界里面 当代艺术是未来的 你对今天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启示 那只有过了很多年 我们回想起来 才知道那些人创造了什么 否则的话 就像一个媒体的新闻事件一样的 其实我们昨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发生的事情 到明天很多人就忘记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思考到 我们人类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思考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的哲学家 我们的科学家 他们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要创造什么 我们能给今天的人带来什么 对于你 它是很重要的 帮助这些过程 进入未来和未来 你的身体 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历史 其实只有五千多年 如果说得更久一点 可能就一万多年 这种文化的文化史 在这个文化史 在整个的宇宙时空中间 是非常短的 那其实我们每走一步 我们都是step by step 就是说一步一个阶梯的走下去 所有的事情不是凭空来的 就像我们的语言在发展 我们的文化在融合 所有的事情在交汇 每发生一件事情 它跟过去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不能把过去完全拋掉 一定要站在过去 就是我们说牛顿说的 站在巨人肩膀上 你就可以看得更远一点 就在这种 Look at the format 所以对于你的文化 正在看单中的表现 我看它 在一些人的组织 它在一些很好看 很再生arm 一些普通的形容 在一些人的形容 空中的印象 但是它是不上一種的貼紙,它是印封, 它是紫紫,這是紫紫, 所以這類型的混合是非常之類的, 以我認為這有很多藝術的品種會拿來用的, 因為它會因為一些西方舔的藝術, they'll use paper or they'll use ink, so does that have any specific meaning for you that instead of doing a hanging scroll it looks more like, as I said, a multipart Western painting 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looks like you are referring to a hanging scroll. 所以我想它是有趣的多似的 今天就说的 我们的文化交流已经非常的容易 所以在我来讲 就是说我的这个艺术也是 艺术作品也有很多西方的画廊 在帮我带礼经营 也有很多西方的博物馆收藏 在这种交流过程中间 自然而然的 我会选择一个新的这个format 就像三个屏风 它既是好像像中国传统的屏风 又像西方的很多当代油画的一个表现形式 所以这样的表现形式在今天 因为大家的生活非常相似 就像你们住在北大的hotel里面 它跟纽约的hotel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生活空间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下 你的作品自然要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 我想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文化 就是说你要超越这个文化的一个时代 就像我们说爱因斯坦发明了Eden MC2 它的一个相对论的公式 它是对这个世界的描述 但我们知道这个公式可能在今天 已经需要更大的一个新的突破 我想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都在思考一个新的描述世界的公式 就像我现在我的图像 我必须要使用我自己的一个语言 就是我掌握熟悉的一个语言 也就是我的技术 那我所描绘的实际上是代表未来的 我对未来的一个思考 就像我的一个图像里面 你看起来像一个传统的山水画 但是在我的图像里面 这些石头它好像是固体的 又好像是气体的 又好像是液体的 它可以漂浮在空中 它完全不在这个世界里面 而且它这种固体 液体 气体 感觉是它可以自由转换的 因为我画的很多的石头 故意画的边界很模糊 它好像是不断地在变化中间的一个现状 这就是我对于世界的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认识 我想我们今天在探索的很多的事情 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在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情况下 你只有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寻找 Even when I ask you this question You chose to come back to China in a way that's a really stupid question because you're Chinese and do I ask someone who's English well you chose to go back to London but this is but you did I mean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artists and from everywhere who decide they they need for their practice to be elsewhere or they just move around so much it doesn't matter where they are but you did choose to come back to China because you were away you could have stayed was there ever a thought that you might stay outside of China or did you always know that this is where you need to be to make or you prefer to be to make your work 我想就是说我 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讲 我们今天可以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对我来讲的 就是生活在中国呢 是更加的容易 因为我们从一个探索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读中文的文献 要比读这个英文的文献更加容易 就像你提问我来回答问题 就是说我用英文是没有办法表述清楚的 其实我们的沟通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画画 我为什么不用这个Canvas 我不用Oil 我Media 是 这个Media是 因为我掌握的这个Media 就像我用中文一样熟练一样 因为我这样的话更容易表达我的思想 但这种思想 其实不需要语言的解释 大家都能看得懂 只有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box 它不能突破的话 它是看不懂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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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